和西阿书 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分裂两百年后 先知和西阿生活在北国 他有时称北国为以法莲或雅各 列王纪上对此有记载 和西阿被呼召为神代言 在以色列最邪恶的王耶罗波安二世统治期间 宣讲神的话 当时以色列国陷入混乱 公元前722年 邪恶的亚述帝国攻击并摧毁了北国以色列 此事写在猎王纪下 但和西阿早就预言了这个结果 这卷书包含了和西阿25年来所有的讲道和写作 几乎全部采用诗歌体 共有三个主要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开篇部分也就是一到三章 讲述了和西阿与荡妇戈灭之间破裂的婚姻关系 戈灭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 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的关系 这一点书中说的并不清楚 两人关系破裂时 他们已经生育了三个儿女 重点是神对和西阿说 即使歌灭不忠 他仍要把他找回来 帮他还清欠情人的债 并再次承诺自己的爱和责任 然后神说 婚姻破镜重圆 子女团聚都预表了神和以色列子民修复的关系 神对待以色列就像一位忠贞的丈夫 救他们脱离维奴之地 带他们到西奈山 与他们立约 让以色列人单单信靠他 但是神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后 他们却把神赏赐的丰盛礼物 拿来献给迦南的神明巴黎 神有完全正当的理由 终止跟以色列的立约 离开以色列人 他本想这么做 却放弃了 说自己会再一次追求以色列 跟他们重新立约 他之所以这么做 纯粹因为他是慈爱 怜悯和信使的 和西阿解释了这句话的含义 以色列将承担悖逆的后果 被其他国家打败 流放他乡 但将来 以色列仍有回归的盼望 将再次悔改 并回转敬拜他们的神 和西阿说 神会从大魏的后裔中 兴起一位新的弥赛亚王 带给他们从神而来的赐福 一到三章介绍了这卷书的主旨 以色列背逆神后 神让他们经历了严重的后果 但神立约的爱和怜悯 远远大过他们的罪 在书的其余部分 和西阿用诗歌进一步 探讨了这些主题 其中包括对以色列的指责 和警告两部分 每一部分都以一首 充满盼望的诗结束 讲述了神的怜悯 和对未来的盼望 在第四至十章 和西阿探讨了以色列不忠的原因和后果 他多次提到 以色列子民缺乏认识和了解神的智慧 在西伯来语中 认识一词是yada 描述的不只是头脑的活动 更是基于个人关系的认知 知道某人和真正认识某人完全不同 神希望以色列在与他的关系中 真正的认识他 神想让他们经历他无条件的爱 这种认识会改变他们的心灵和生命 让他们能回应神的爱 因此和西阿不断地揭露 以色列人的虚伪 暴露他们对实际的背离 他们一方面容忍自己严重的不公义 另一方面又去圣殿向神献祭 仿佛一切都很正常 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不仅因为他们很虚伪 还因为他们敬拜了很多假神 和西阿多次提到 以色列人在伯特利和吉甲 设立偶像巴黎的祭坛 他们敬拜假神的同时 还依赖自己跟埃及亚述的政治联盟 对此和西阿一再地责备他们 指出他们没有信靠神的保守 反而像其他国家一样 想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 所以神诅咒他们 所有的一切都会变为虚无 在不久的将来 亚述将转头攻击他们 蹂躏他们的土地 在另一部分的警告中 和西阿提到 以色列惨痛的历史教训 指出他们从一开始 就背逆神的管教 他提到创世纪27到28章 他们的十足雅各 那些欺骗和背叛的行为 又指出民书记中 以色列在旷野的叛逆 他引用萨姆尔基上 指出他们任命败坏的扫罗王 结果他把百姓带进罪恶和灾难之中 最后和西阿下结论说 这个家族的本质 从来没改变过 那么和西阿的盼望是什么呢 从第三章可知 神打算做一些事 来拯救他的百姓 让他们回心转意 这个问题将在后面 两章总结性的段落中展开 第十一章的诗歌 很优美 描述神像一位慈爱的父亲 养育儿子以色列 跟他分享所有美好的东西 但他长大后 却利用父亲的慷慨非常悖逆 激怒父亲 和西阿在诗中写道 神的心被撕裂了 前一秒 他怒不可遏 决定降下严厉的惩罚 但下一秒 他又心如刀割 充满了怜悯和恩慈 想饶恕心爱的儿子 神说 以法连纳 我怎能舍弃你 我的心肠翻转 我的怜悯发动 因此 虽然神允许亚述帝国 攻取以色列 让他们面对罪的后果 但这并不是神最终的审判 未来仍有盼望 这是最后一章的内容 和西阿呼吁以色列悔改 回转归向他们的神 但他知道 他们的悔改不会持久 因为他们的本性向来如此 神说 总有一天 他会医治他们的背拟 无条件地接纳他们 随后 神把一个全心得医治的以色列 形容为一棵茂盛的树 深深的扎根 枝叶茂密 为万国遮阴 并供应果实 这幅景象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让以色列成为万国的祝福者 神说 若要成就这件事 就需要他的恩典和医治的大能 来修补人心深处的破碎 和人自我中心的罪行 这样 神的子民 才能真正地接纳他无条件的爱 并用爱来回应他 这就是神应许要做的事 这首诗结束后 我们也来到了本卷书的结尾 这部分很像令家的注释 似乎是收集和西亚预言诗的人 想和读者说几句自己的感受 他说 谁是智慧人 让他明白这些事吧 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 一人要行在其中 恶人却避在其上绊倒 他想告诉读者 和西亚在古时写给北国以色列的诗 并不限于过去 因为他揭示了神的属性 愿望和人性 这些深奥的真理 虽然神会审判人的罪 但他最终的目的和心愿 是医治和拯救他的百姓 这就是和西亚书的经义 优优独播剧기자4 优独播剧겠어 感谢观看